鼻腔恶性淋巴流复发案例 吴女士于2013年7月15号出院后 自己采用原始点处理 经过一段时间就痊愈 康复后积极参与原始点公益交流活动 于2014年7月21号晚 我用手压了五下肋管 很多分泌物出来 后来开始痒 用姜汤清洗 第二天有点肿 7月23号发现比前一天更肿 用姜汤洗和暖宝宝温敷 眼角边不红了 但肿没有消 按推和喝姜汤三斤一天 但按推不到位 7月24号眼角又红了起来 窃阻又大了一点 当天按推一次 但温敷只有几个小时 7月25号肿的 比24号大了一些 用姜汤洗和姜泥来敷 发现又红肿又透光的红 按推是一天三次 喝三斤的姜汤和姜粉 每一杯放三勺进去 7月26号肿的比之前更厉害了 有点担心 眼角边又肿又红 晚上不停地用姜汤洗和姜泥来敷 一天按推三次 但肿消不了 于是我在武汉开始求助 先打电话给风师姐 她求助大陆教学团 询问当地是否有公益点 但没能如愿 于是7月27号就一早赶回中山 经过一个晚上的姜泥温敷 看上去有点吓人 7月28号早上一早 去找风师姐处理 她帮我按推头部原始点 详细地教我热源的使用 回到家就用姜泥敷脸上的肿包 并用红豆袋把头部包住温敷 每隔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用姜泥和浓姜汤起 24小时温敷 一天按两次 但红肿很厉害 7月28号7月29号 7月29号肿得有点可怕 每天按三次 浓姜汤姜泥 服24小时 全身温敷 老公有点坐不住了 要求我去医院 因为有了去年的经验 我已经对医院没有一点信心 但我也横顺她 就与她谈起条件 我说去可以 只听听即可 到医院 医生听说我以前是鼻腔 恶性淋巴流 就叫我照CT和抽血检查 我只选择了厌血 报告出来 说有炎症 要掉针 我说不掉 就吃消炎药 我说不吃 但老公还是拿了消炎药和中药 回去就叫我吃 我见她不注意时 就把新药扔到厕所 中药就到了 我见到自己越来越红肿的样子 也开始有些坐立不安 就跟风师姐打电话 想寻求更多的帮助 风师姐向大陆教学团团队的陈师兄 沟通请教 就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当时是姜妮每隔一至两小时敷一次 之后改用暖暖贴 敷了几个小时后 那红肿和透明渐渐的没了 但肿依然厉害 就喝了两碗姜汤去睡觉了 到晚上12点10分 就发现很多农业流出来 老公用棉花帮我处理 又用农姜汤洗 和农姜汤来敷10分钟 又喝了两碗姜汤进去 就睡觉了 到清晨1点35分 又发现有东西流出来 就再一次让老公帮忙处理 发现流出的全都是农血 处理完 又用农姜汤清洗和敷 且喝了两碗姜汤又去睡 到了2点30分又流出来 这次流出来的全都是浓黑血 非常多 又照样处理好 睡觉时还不停流淤血 到第二次就消肿一半 真的奇迹 2014年7月30号 肿胀已消除 7月30号一早 看到消肿了一半 心很踏实了 因为我老公只给我三天时间 用原始点方法调理 现在才第二天 已有这样的效果 他看到了 也不强迫我去医院了 于是我一早就去 风师姐的工艺点 让他再帮我处理 处理完后 我们开心地分享交流 此次的心得 因为按推到位 切深沉就有很大的转变 我用到姜五斤和24小时温敷 我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 看到自己逐渐康复的脸 自信心也慢慢恢复 全家人的心情 也越来越轻松 舒畅了 我们由衷地感恩张医师 还有给我帮助的师姐和家人们 2014年9月16号之日 已完全康复 还是持续使用原始点做保健 只是时间和量上又减少 7月27号最肿胀 9月16号已修复 前后55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